我们叫我Amena老师 就是今天还有哪些星座的人 一看健康宝宝 今天我们从星盘当中的 太阳月亮跟火星来讨论 其实在占星学上 关于健康这个主题 需要参考的层面非常的复杂 那我们今天观察太阳 太阳会跟一个人的身体健康 有一些关系 月亮可能象征一个人的心理健康 心理层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火星呢 火星可以代表一个人本质上 你出生的时候 生命力到底会不会很强盛 以及更重要的是我们现代人 怎么利用火星来让我们更健康 好我们先看这三个部分 首先第三名呢 会是健康宝宝的 我们说恭喜牡羊座的朋友 因为呢 适当的运动可以让我们长保活力 我相信很多这个可能像医师 或者是很多医疗界的朋友 最害怕什么 最害怕周末运动员 好会不会这样 就说什么叫做周末运动员 比方说像前几年这个自行车运动 很风行的时候 很多人平常上班类的要命都没空运动 一到周末怎么样 我很厉害 我今天骑了150公里 什么柯P 一日北高 他那个年纪我比他年纪10岁 一日双打我也要来评一下 对对对 这是很多医疗从事员最害怕的 为什么平常都不运动 你突然大量的运动 其实对身体种种健康 种种器官都是很大的一个风险 但我们说像牡羊座特质墙的人 像怀轩运得亮牡羊 有 运得亮牡羊 好我们先讲 牡羊座特质墙的人 基本上他们很难安静下来 什么意思 他们一定在生活当中 需要找一个领域去让自己平常 每天都要有一些运动 所以他们不太会成为周末运动员 他们反而能够找到一个什么 我每天定时定量 都在活动的一种运动习惯 我不知道怀轩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没有的话你可以开始 超窄的 你可以开始找到一个 我们讲说 这个就是你不一定要太激烈 但是你就有在动 让自己的这种动能散发出来的话 就可以增进我们自己的活力 所以牡羊座的朋友们 他们可能每天怎么样 虽然上班很累了 但是我可能一个礼拜 有大概两天或三天 我固定去这个什么 公园跳一跳广场舞 或者是去打个太极拳 去这个健身教室 可能踩个半个小时的飞轮 但是至少是这个适度 而且是固定的运动好习惯 比较能够维持自己健康宝宝的状态 第二名呢 我们要恭喜处女座的朋友 因为呢 生活规律就会很重视健康 像处女座特质墙的人 他们平常 就对于各种健康的讯息 就特别在意 有的人可能看我们命运好好玩 觉得 伊犁每次讲的都好有道理 医师讲的都好 真的很中肯 听完过了 睡一觉 隔天就忘了 对 当下都有很振奋 我要好好的维持健康 但是真的隔天就忘记 可是处女座特质墙的人 他就会记得了 刚才伊犁有说 我们多吃什么 可能腰果啦 松子可以补充美 对不对 这个成分 他们不只是听 可能还认真写笔记 隔两天就去买回来 而且会真的是定时定量的 在服用 在吃这些东西 因为这样子 他们很重视自己的健康 而且真的会去做 对处女座来说 他会觉得 其实所有的健康的增加 一切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我有好的 一个生活规律的习惯 因为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们真的可以成为健康宝宝 第一名就要恭喜 狮子座的朋友 我们说 保持热情 身心健康 对狮子座特质墙的人来讲 他会觉得 OK 我现在身体是有一些状况 他可能只是提醒我 这个部分要加强 他们反而能够用一种 比较正向正面的一个想法 来改变自己 甚至他们会说什么 那我现在想看看 我听从这些专业的医师啦 这些医疗人员的一个建议 我可以每天怎么做 当他们把这种健康 列为自己人生的一个目标之后 我们说狮子座的人 只要凡事成为目标 他们都会很有毅力的 去完成目标 所以对他们来说 其实身体有一些小毛病 其实是一件好事 是 他们如果真的都没病没痛 可能就每天很开心的啦 吃喝玩乐 过日子过得很好 但到身体有一些小小的状况 对狮子座来说 那是一个警讯 他们可能从此什么 你可能开始血糖有一点高了 他就真的非常注意饮食糖分的摄取 时间一久了 反而对于健康的维系来说 这个心情可以保持正面 而且习惯可以改 所以真的会是这种 健康宝宝排行榜的第一名 就是它的枪 带养